因為在把林智勝簽下來之後 真的是賺爆 買到了一支不斷漲停的股票 因為不只戰績上面有提升 另外在行銷方面 那個曹總你知道 他這290轟的預購的商品 已經破百萬了 這已經效益很高 最主要是他也找到一個適合他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比較常態性的先發 當然接下去 因為球技還很長嘛 要看他整個體力的調整是怎麼樣 龐維倫跟林智勝的對決 觀眾要好好的來欣賞 林智勝生涯從 龐維倫手中敲出過了12發全雷打 那這個數字呢 是中華職棒所有的打者 對上龐維倫 唯一敲出過雙位數全雷打的球員 也打的蠻好的 可是好像也被刪證了蠻多的 沒錯 曹總講到重點 龐維倫賞給了大師兄34K 也是 對他也不是很客氣 那這個數字呢很有趣 因為我們講說全雷打林智勝是打龐維倫最多的 那龐維倫對上中職所有的打者當中 三陣最多的也是林智勝 所以因為他們兩位對戰的紀錄比較多啦 所以會有這樣的數據出現 他們的數據可以對戰的數據可以參考 應該是蠻客觀的 因為總是比較多那個樣本嘛 對 在去年球季其實看到都督的速度也還是有超過140公里 尤其他的直球 那這個球其實過去這兩三年跟曹總搭配也有提到 直球本來就是潘威倫很好的武器 對 沒錯 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在所謂的武器球 決勝負的那個球 都督的掌握沒有像他直球那麼好 對 沒錯 都督最主要的罩門是這樣子 所以他在良好球以後 他的所謂的決勝球他會用的比較辛苦 他是沒有跟你學直插球嗎 還是你沒教他 他沒有說他要學 是是是 所以有時候 多問搞不好就會學到一個武器 可能我也是離開的太突然 良好三壞 位置投在比較高 讓大師兄選到的摔球保送 挑戰看看 昨天的比賽郭天信有過一次到底成功 那現在壘山友人情況之下輪到的是 這個命運的糾葛 林智勝要再次對上潘威倫 今天其實這個位置 嘟嘟投出來的時候 都會覺得有點危險 真的 因為大師兄最近打擊的狀況 真的很火燙 嗯哼 要不要跑看看 這個 要來挑戰戴安嗎 要不要跑看看 覺得跑還蠻有意思 現在是跑的時機 對 是這個點是可以跑的 林彈 在去年球季職棒32年的主殺率 是來到了3成16 那去年主殺率最好的是高宇傑 接下來的是今天龍隊的捕手蔣紹鴻 我也都是有4成以上的主殺率 哇很高 都都非常謹慎 他明白說這個打擊 如果太照鏡可能會有傷害出現 這個最近沒那麼好吃 而且你要他拉打要他推打 他都能打全能打 這才可怕 真的 滾地球出來了 一個不規則的彈跳 林子豪街要做傳向 一雷 哎呦 攝影機又差一點 跟不到球 不過沒有關係 還是抓到了這個5傳3的出局 讓衛群龍隊 又留下了一個殘類 廣告後 馬上回來 來 這個打擊者他的那個 那個揮空的那個機率不是很高的話 會下這種戰術會比較多 那這個大概會集中在前面一兩棒 那現在的棒球裡面第二棒又不會安排 這個比較戰術的這個這種型態的 現在都是你打得好的我往前面打 因為讓你有更多打擊的機會 所以有一些改變 面對到的是林智勝這場比賽 韓維倫跟林智勝第三次的交手 他今天的變化球好像不能閒 不可以改陷 沒關係啦 因為是你講的沒差 其他人講可能會出事 但你講就沒有關係 我都陷他的變化球 起來好不好 我今天好像不錯了 經過了 這個包含了像秋迅跟春迅 包含儲備體能 還有更多的肌力訓練 當然都都已經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投手 他知道怎麼去調整他的節奏 這是他可貴的地方 這個年輕人值得這個學習的地方 速度也吹了出來 走在外側稍微低了一點 我大概如果 從第一局開始看到現在會發現 都都都跟他去年投球的那個精準度 真的有差別在 現在手的狀況應該 或是身體的狀況應該相當不錯 我打擊區的林智勝他狀況也很好 穩地球出現了 陳聰廷往一壘來傳 哎呦 還是傳得有一點心驚膽跳 有點低 不是這麼精準 看起來 我說這個陳聰廷的傳球 因為林智勝的速度也沒有到特別快 以這個球來處理的話 因為小彈跳他掌握得滿好的 應該是滿有充裕時間來做傳球的 對 而且他又趨潛了 等於是你的動能是往前 其實今天有一個話題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個經典對決 也就是智勝 今天對戰智勝前的心情 跟對戰後的心得 可不可以跟嘟嘟請搭 跟你們分享一下 其實剛上去的時候看到他 就是回到熟悉的感覺 其實他看到我應該很想打 他這兩天打了兩支對不對 所以就是遇到他就想說 還是一樣盡量把球投在低的位置這樣 是 那對戰後的心得呢 當然結果是好的 對 哈哈 好啦 我們多多 對 我們之前在看 我們